我是前夕 然後我本身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然後我又做一些設計相關的東西 所以可以打前夕 沒前夕就是我 然後可以在那裡找到我的東西 還有我的作品 我是一個喜歡學習的人 所以好奇 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分享好奇是什麼 然後我裡面有一個故事 小時候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 然後還有一些我對好奇的了解 好,那我們開始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呢? 當初就是因為看了一部電腦 來,接下來 什麼是好奇呢? 就是我選擇的這一張海報 是NASA登陸月球50公里的海報 這張海報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我小時候就是一個非常好奇的笑話 也因為我的好奇 讓我做出很多大頭痛的事情 所以這張海報我看到的時候 我非常有感觸 因為我小時候就相當太空了 好奇是什麼呢? 我覺得好奇就是 所有學習的起點 還有所有問題的開始 一旦你一開始好奇了 就表示你的學習已經開始了 然後隨之來就是 馬上就有一堆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以前不僅問Wa 所以就像一個案例的 然後接下來要進入我的故事了 好奇 我的好奇體驗怎麼說呢? 這小時候的我 就是看起來很天真跟愚蠢 然後很充滿想像力 對任何事物都覺得 是一種好奇跟莫名 然後旁邊這把火呢 就是這把火也難過了 我的好奇心怎麼說呢? 因為小時候喜歡看電視 然後我所有學習的東西 都是透過電視 還有透過周遭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 印象很深刻 我看了一部電視劇 叫做 我忘記一點點的 反正就是 就是那個阿雅雅雅雅的那個名字 炒人 這把自己給大家有影響 可是他呢 他跟男主角 有一次意外 掉到河裡面去 然後就 被救上岸 然後就很冷 在他們那邊生活 這個生活這件事 引發我好奇心 就是這張圖片 那時候還看主角的 哎呀呀呀呀呀 我覺得他很好演 就是從頭到尾都一句話就好 重點是他拿了石頭生活這件事情 但我非常好奇 哇靠我可以用石頭生活 隔天我立刻去學校 班上同學說 我昨天看可以用石頭生活 所以就一圈小朋友對我熟悉 然後下課的時候就到操場 就是跟我來去撿石頭 撿兩塊石頭 然後就這樣 一直想要生活 然後我就特別忠大力 然後發現真的有燒焦的味道 然後就很興奮 趕快拿草來 然後聲音太大聲了 老師就發現走過來 你們在幹嘛 你們說我們在生活 誰叫你家生活的 我們全部人就說 林子草人 然後老師就傻眼說 然後就走了 可是故事說完了我想要說的是 好奇 就是我想知道好奇是這樣來的 然後被嘲笑 被覺得愚蠢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種過程 然後非常 所以覺得非常起來是 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有沒有好奇 林子草人 長大作變成這樣 四年之後 林子草人 大學畢業了 所以我那時候在找這個作品的時候 意外找到 欸 今天還看得到他 長大之後 好 恭喜你的想像 然後我要說的是 好奇你學嘛 好奇本來就有的東西 只是你源自你本身就有的東西 就是你怎麼把它慢慢的發揚光大 所以好奇心就需要培養 那培養好奇心需要什麼呢 我覺得就像小時候一樣 就是鼓勵犯錯 就是做一些很熟的事情 然後你會得到 從這樣 慢慢訓練自己的膽量 你膽子大了你就開始 開始 越來越 但是錯了 一定要錯得精心出足 要錯得明白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越來越大膽 然後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 就是不容許我們犯錯的 一個人如果不犯錯 他表示他就是沒有在 嘗試心間的事物 因為沒有嘗試心間的事物 所以他一直 中規中矩 不敢去突破 這是我們教育最失敗的部分 然後 好奇心的追蹤 好奇心我覺得是 感受 你必須要有一個感官 不管是眼睛和多鼻子 都是有感官 然後再加上無知 無知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特別去感覺 然後 天真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長大 這個東西不見 天真就是 知道做不會成功 但是 想一想還是要去做 那就是天真 所以我們反過來 還是問 你覺得感受加無知是什麼 你們大家有沒有想過 感受加無知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種體驗 然後無知加天真 就是好奇 所以這三個東西加起來 他們就是想像力 好我講快一點 好奇必須要用心才會有作用 如果沒有心 不會產生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就不會思考 如果沒有思考 就無法發展成為想像的空間 所以好奇必須要用心 如果好奇只有好奇 就停在那裡的話 那很難走到 想像力這個最後一個步驟 然後 怎麼說呢 因為阿因斯坦說 邏輯可以從腳帶你到你 但是 想像力 可以帶你到處去 然後 阿因斯坦還說過一句話 我覺得這樣說 我們受的教育 是影響我們最大的學習的障礙 就是我們所受的教育 因為 怎麼說呢 因為阿因斯坦講說 是一個 非常突破 就是一直在挑戰權威的人 他說過一句話 因為在挑戰權威的道路上 我也會變成一個 最後變成一個權威的人 所以他 我看過他的職專 他畢業之後 他找不到工作 因為他被 老師排擠 所以我覺得 他是不是的話 是言之有無的 然後 分享一個多點 當初會有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題目 就是來自這支電影 這個電影讓我很多想像 力族太陽的星星 導演阿因斯坦很害 就是這位老師 他是導演 他是製片人 他也是一個 演員 所以他在今年 百大 TED 實際上是百大人物 他今年很容易被入選 然後這部電影 引發了我小時候的想像 我開始去探索我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分享 就覺得一直 研究小時候的玩具阿 照片 然後就試著去 了解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我感覺有點像 警察在辦案 就 欸 搜尋了 跟小時候畫得很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連結很多想像 所以我就開始 好奇 沒想到小時候是這樣走過來 出過那麼多主人師 得過那麼多獎章 還是怎樣之類的 然後 我要 把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一次的九分鐘 信給 我的媽媽 還有天下的媽媽們 今天再過幾天就是 五間點 我要告訴他們 我喜歡 然後 因為我爸媽媽 小時候 鼓勵我犯錯 而且 她沒有 阻止我犯錯 讓我 有一直 有勇氣去嘗試很多新鮮的事物 包括一些 情感上的挫折阿 還有一些 人際關係 甚至其他的 都是因為有 母親的包容 還有母親的 母親的父親的支持 所以我那時候就做了這張 很像課程 那是小時候 我媽媽 周歲的時候 那是我爸爸 然後 我今天 我姐也有在現場 好 這是我姐姐 這是現場的 對 所以 謝謝剛剛 我的演講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指教 然後 我想說 現在還是一直在學習 如果大家願意學習的話 可以有一個Tint 這樣適合大家去學習 叫做大小創意 你可以搜尋 他是一個 免費的 網路教學 他是 東海大學的 學生別人 他是姚恩路老師 他本身是一位 創 創業家 然後他又是一個 一個 媒體人 然後他創造出一個 新的媒體 什麼叫新媒體 就是透過數位學習 全球連結 然後讓所有人們 都可以在不同地方 在上同樣的課 然後分享同樣的作業 做同樣的事情 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他跟 他跟加油伯爺 在台灣辦了一個 提過與史 等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去找 我的演講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問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